比較大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小腿啊 基本上把這些點 整圈圈起來 好圈起來以後呢 我這個小腿啊一定是給小腿跟骨頭 其他都不要了 所以說我這個小腿骨 點1 他完全賦予給他 好 那像這個地方呢 也是一樣 因為我不希望這邊會凹進去嘛 這裡凹進去不好看對不對 所以我這個小腿呢也是給1 完全給他 好 那你可以發現啊在這裡 因為我們的小腿呢 基本上 我們這邊的面數沒有很多 所以他這邊的話會有一點折水管的現象 好讓我們比方說我們現在過來 在這邊 你可以把它圈起來 好這裡 整個 圈起來 然後呢 一樣是小腿跟大腿 上面這個 上面是大腿 好這個時候呢 一樣是可以給1 然後呢大腿部分呢 你先給0.5 先給一半一半 一般來講呢 我們都會先給一半 然後再去測試一下 他的這一個形狀 是不是 符合我們預期 或是說他有點 拉扯太多 好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先放著我們先可以來看一下大腿的部分 好你可以看到呢 大腿的這一個 這邊的點啊 如果呢 如果呢你發現說這裡的點呢不好選的話呢 你可以選擇幾個以後呢使用Rim 不是我們使用一下這個Loop 對Loop OK 那這樣子的話整圈幫你選起來 好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不用這樣一個一個點一個點慢慢選 OK 那你這樣選起來以後呢 好這個是大腿部分 我們一樣給1 好 那你可以看到 目前呢 現在呢 他的這一個狀態 好那你可以發現呢他這邊的話會有一點點吃進去 好 那 這裡吃進去的話呢 我們當然我們可以 去調整一下 他們群眾的比例 比方說 我們可以把後面的點呢選起來 這裡 這個像這個膝蓋的地方啊就要稍微去調整一下因為如果我不希望這個地方 他 跟這一個 前面的地方 這邊的夾角太大的話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去考慮一下 我到底是要給我大腿 比如說小腿多一點 我們這邊點 好這樣效果比較好呢 或者是 我們這裡 大腿部分多一點 那因為呢基本上啊 他這邊的 點線面的比較少 所以說他這種角度啊 其實基本上呢就會比較 明顯一些 這是 合理的 正常的部分 OK好 那我們先請同學呢 請你 先去調整一下 左腳 我們先從左腳部分 先請你從動態 先給他一個簡單的動態以後 我們從 腳趾頭慢慢的調整到 大腿的部分 我把畫面呢 先歡迎大家 謝謝 我們先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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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 我們先進去